其他信息来看到影剧焦点 这是艺人罗志祥跟女友周扬青 两人交往九年常常高调放闪 不过今年却频频传出分手的消息 周扬青女方她在今天23号早上 在微博po文了 坦诚说已经跟小猪罗志祥分手一段时间 还列出了男方的四大罪状 直指对方到处约女生 还痛骂说扎是天生的 这让不少粉丝又真净又失望 竟然把周小姐界定为第二阶段的 就是人生让慎重看待 竟然是放在周小姐上 2015年首次在节目中大聊女友周扬青 小猪罗志祥还有些羞涩 没想到时隔五年传出九年恋情终结 周扬青23号上午在微博po文 坦诚和罗志祥已经分手一段时间 更指控男方四大罪状 指出因为偷看了小猪手机 才发现有另一部专门聊妹手机 而且只要自己不在家 小猪每天会约不同女生来家里 所到的城市都可以约到女生 更指指罗志祥和旗下的女艺人化妆师 都有长期不正当男女关系 和兄弟们对女生不尊重的态度 让周扬青觉得颠覆三观 更奉劝女孩们小心 有的人渣是天生的 两人高调放闪 已成往事 对此罗志祥也发文回应 说做不对的地方会检讨 很多事不是只字片 宇宙能说清楚 也不再去解释 只是被指控到处约会 也遭到网友留言狂酸 亚洲舞王魅力四射 如今私生活被摊在阳光下 恐怕也让不少粉丝心碎 接着这种报道 感谢观看